就这半年前 我发现这书库有一天庄 特别容易翘开 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前吧 我就时不时地偷溜静远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 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 也是走着天庄 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 光从她的脚印 还有她看着书籍 我就能知道 她一定是个姑娘 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 我就急了 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 你猜猜 怎么着 怎么着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好看吗 那当然了 后来呢 后来我不敢惊动她呀 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她翻书 她偶尔笑 偶尔也哭 你别说啊 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 八成是智诚分子家庭出身 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 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 最牛的是 她还能直接看外国文呢 可不是 她走了之后 我就去翻翻她看着书 有时候她想看什么书找不着 我知道在哪儿啊 我就给她翻出来 坐在离她最近的书架上 就这么说 就过了一段时间 嗯 大概一个月前吧 就是你碰见红灵那天 我就下定决心 就跟她亲个面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 往她那儿走 故意发出些脚步声 她吓坏了 就躲我 眼看我这要追上她了 可没想到 怎么了 书库门突然开了 那看书库的人 老听见有动静 就以为闹滚了 就带着保卫科的人 接了封条进来检查 刚一进门 就听见那姑娘的小呼声 一下子就给抄过去了 这可糟了 那后来呢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 还好我临机一动 把那书架一推 哐当一响 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 就往我这边来了 他们哪想得到 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拨 声东击西 唯唯就正 差不多就这意思 那后来呢 那姑娘脱险了吗 当然了 那你呢 那你呢 我 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 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就这点小事 难得住我萧春生吗 放心 寻生而退 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可惜了 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姑娘呢 早没有了 再没见着 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 说过 你就喜欢上了 告诉你 根本不用说 光看她看着书 我就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那 找找啊 怎么找啊 她应该也在找你 你救了她 她肯定知道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当然知道 那还不好办 画呀 就像你画我一样 对呀 春生 画出来呗 对呀 画出来 也挂病厂上 大伙帮你一块儿找 没准我还认识呢 要是画不出来 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啊 说明没这人呗 他在这儿编故事呢 老板 来这儿过来藏 春生 你刚说这姑娘 真有这人吗 你这话问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吃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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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